汤普森如今的离队风波 竟然是因为保罗·乔治的一记三分 当年保罗·乔治的那记绝杀 到底引起了多大的蝴蝶效应 2019年4月10号 常规赛收官职战 火箭客场挑战雷霆 如果火箭赢 他们将超越开拓者排名西部第三 然后在季后赛次轮成功避开勇士 如果雷霆赢 他们将排名第六 然后在季后赛首轮面对开拓者 雷霆球员保罗·乔治 用一记三分绝杀火箭 戏剧性的一幕也由此诞生 几乎赛首轮 雷霆本以为能够报答软柿子开拓者 但代表的立直岛限时反场 竟然用超远三分送雷霆回家 而火箭在首轮迈过绝世后 在次轮就遇到了勇士 在六场熬战中 勇士被火箭打到人困马乏 在天王山池战中 杜兰特还遭遇了小腿拉伤 这也为杜兰特在总决赛的跟腱断裂 埋下了隐患 不仅如此 在2019年NBA总决赛第六场比赛中 汤普森也遭遇了左脚重大伤病 在两大核心双双重伤后 勇士失去了三连逛王朝的机会 杜兰特也因为队内矛盾激化 和格林攻势远走布鲁克林 直到现在 杜兰特都没能再次拿到总冠军 而汤普森在总决赛 遭遇左膝十字任带受伤后 又遭遇了右腿跟腱撕裂 多次重大伤病 让汤普森直接跌落神坛 如今 汤普森和勇士的合作关系 仿佛也在慢慢走向终点 如果那年 乔治没有命中那季三分 保罗乔治或许也不会 马上离开雷田 远走洛杉矶 硅胶组合也将继续争夺总冠军 而杜兰特如果没有重伤 远走布鲁克林 如今 可能已经和库里成为历史最佳组合之一 所以 综上所述 保罗乔治的这季三分 最终还是绝杀了他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上